见到邓远博 邓神通也赶忙走了过来 大伯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邓远博抬起头望着自己最器重的子侄 笑呵呵地说道 这次的任务对你和我们邓家都很重要 所以我特地过来叮嘱你两句 邓神通笑道 大伯你放心好了 我有信心 在三个小时之内消灭这群汉匪 邓远博叹了口气 你总是这个样子可不成 有几句话你好好听着 大伯有什么话请说 我一定牢记在心 邓神通的表情都不禁严肃了起来 邓远博笑眯眯的 语气却变得低沉起来 不要小看那些你红浪人 你过去没有在战场上与他们打过交道 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疯狂 他们是可以为了自己所谓的信仰 献出生命的变态 虽然我很讨厌那些人 但不得不承认 他们很可怕 所以这一战 你要万分小心才是 邓远博睁开眼睛 戏长的眸子 奔发出一股野性的光芒 这一战 只要你成功歼灭了十月祖 你的名声就会在整个江南大区 乃至全世界都传播开来 到时候 我们邓家就有操作的空间了 邓神通的脸上 依旧充斥着自信 可眼神变得坚毅了许多 他缓缓点了点头 冲邓远博说道 大伯 请您放心好了 这一战 我绝对会赢得漂漂亮亮 邓远博满意地笑着点了点头 那就好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邓神通与邓远博告别之后 便转身朝着武装直升机走去 似乎心有所感 他望向了远处另外一架直升机 便看到了靠在窗口望向这边的张艺 邓神通灿然一笑 便迈步踏入了直升机内 张艺淡淡笑了笑 心中倒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 毕竟大家族公子哥的那些事 向来跟他是扯不上关系的 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 第一是保护好自己和梁月 花花 第二是击杀十月组成员 在想什么呢 梁月清冷的声音在张艺耳边响起 花花也抬起头 眼巴巴地望着张艺 张艺回头看了眼他们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也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十月的首领凤凰怨人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张艺说的也是实话 在见识过大公回岩金等人的部分影像之后 他的心中对十月的实力 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 这样一个组织的实力 与调查队在参差之间 但是 决定了组织上线的 永远都是那个最强者 张艺的心中有一种感觉 那个家伙 一定极其危险 甚至让他认为 如果这次任务无法将其击杀 那么行动就不能算成功 一旁的陈潇潇和彭丽听到这话 却一脸不以为然 那种事情 交给天神小队去处理就好了 彭丽晃了晃自己的食指 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指点张艺道 人啊 最重要的是 认清楚自己的能力 我们这些外城的艺人 纵然在各自的地盘上 能称王称霸 但终究比不上正规矩 但这样有好处 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咱们就只需要帮天神小队引诱敌人 拖延时间就好 张艺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他创二人点了点头 嗯 你们说的对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而此时 作战指挥中心处 统帅朱正 已经坐到了大屏幕前方 所有人随身携带的监控设备 都记录着眼前的画面 被他镜收眼底 在朱帅的身旁 作战部长图云烈 秘书蓝星成都做好了准备 随时根据战场的变化安排行动 现在 出发 前往江宁市 朱正一声令下 两架武装直升机 轰隆隆升腾而起 巨大的扇叶卷起狂风 机场的天棚 朝着两边如同翅膀般展开 两架武装直升机 一前一后离开 朝着江宁市的方向飞去 朱正看了一眼时间 吩咐道 那边也可以行动了 江宁市 此时正是午夜 凌晨时分 十月组全员却并没有睡下 他们刚刚清洗完一片区域 正在打扫战场 这是江宁广场中一个小型组织 十几个男人已经被杀光了 仓库的角落里 一位母亲死死抱着自己的女儿 满脸惊恐地望着眼前的霓虹人 凤凰院人的目光瞥向他们 眼神当中古井无波 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在他的眼睛里面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清理干净了吗 凤凰院淡淡地询问道 在他身后的神功四成一郎 推了推金丝眼镜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负于顽抗的家伙们都杀死了 只剩下他们两个 怎么出脸 凤凰院吃笑了一声 这个问题还用得着问吗 他摊了摊手 转身走出了仓库 信长 你送他们上路吧 凤凰院对着旁边的武士说道 总本信长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白痴吗 让我干这种事情 高贵的武士 是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女人和孩子下手的 凤凰院撇了撇嘴 有些不爽地伸手指了指他 信长 你呀 总是改不掉你的臭毛病 这种故作轻刀的想法 早晚有一天会害了你 总本信长不屑地说道 你这种人 是无法理解武士的思想的 两个人随意聊着天 从仓库这边离开 仓库当中的母女二人 看着远处的浪人 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会放过自己 可就在二人 以为自己劫后余生的时候 一个十八九岁模样 戴着黑色面罩的女孩走了过来 她冷漠地望着母女二人 抬手射出两根银针 贯穿了母女二人的喉咙 仁者可是不会心思手软的 成来花千代冷漠地说着 随即消失在阴影当中 凤凰院和信长 还在争论着所谓的武士道理念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默默跟在凤凰院旁边的巫女竹内 真有美轻移了一声 随后她缓缓抬起头 望向了高空 人 有危险要来了 凤凰院脸上的蓝伞 一下子收敛了起来 众人也随着竹内真有美的声音 望向天空的方向 从天国而来的危机 是吗 凤凰院揶揄地笑了起来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江南大区的 那些家伙不死心 又要来进攻我们了 神功四成一郎切了一声 一脸的不耐烦 真是麻烦死了 这一回 我们不会被干掉吧 当然 不 凤凰院笃定地笑道 嘴角的笑容 有些疯狂与残忍 会死的 是他们 武装直升机划过夜空 坚硬的外壳 在寒冷的夜色当中 冻得结出了一层冰霜 却不影响其快速飞行 只是在这种环境当中 其续航能力 也遭到了巨大的挑战 大概只能适合 用于这种短途的飞行 十几分钟过后 张义他们 就从暴雪城 一路飞到了江宁市 就在他们来到江宁市 上空的时候 透过窗户上的冰花 竟然依稀看到了 暖黄色的光芒 在大地上被点亮 嗯 那是什么 篝火晚会吗 张义把脑袋探了过去 与此同时 耳边也传来若有若无的 轰隆隆的响声 所有人都听到了 这如同雷霆一般的动静 不由地凑近窗口观看 等到他们看仔细了 都不禁为之震撼 火海汪洋 江宁市中心的区域 江宁广场 此时已经化作一片巨大的火海 不时还会有剧烈的爆炸声 从大地之上传来 声音直达高空 如同炸雷一般响亮 这是什么情况 张义眉头一皱 心中有些惊讶 而就在此时 通讯设备当中 适时地响起了朱正的声音 你们都看到江宁市的爆炸了吗 不用奇怪 这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 先动用苍龙武轰炸机 对整个江宁广场进行轰炸 经过这一轮的轰炸 江宁广场 不会再有藏身之地了 纵然不能消灭几个十月的浪人 最少也能逼他们出来 张义立刻想到 机场里面看到的轰炸机 心下了然 十月有特殊的仪器设备 可以屏蔽五公里内的 卫星监测信号 但是暴雪城也有手段 直接把整个江宁广场 都给你炸了 一切麻烦都来源于火力不足 暴雪城可不会缺乏弹药 如果不是因为运输困难 大概朱正会直接让人 拉上几百门火炮 直接把整个江宁广场 都给移平 于正阳看着下面的爆炸火焰 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这下子 咱们行动可就方便多了 运气好的话 把他们都给炸死 而一旁的卓飞宇 却冷静地提醒道 这种事情 最好还是不要抱有 太美好的幻想 如果那些家伙 是那么容易就能杀死的 也不需要我们准备 如此凉脚再过来了 于正阳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 这件事情 用不着你来提醒 彭丽和张义挨得比较近 所以凑到同一个窗口观看 见到下面的汪洋火海 他不禁问道 这种大规模覆盖的火室 除非对方很熟悉地形 找到地下掩体 否则很难活下来吧 张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他反问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凝固汽油弹 哎 彭丽眨巴了下自己的大眼睛 对于这种东西 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张义指着下方的火海 简单来说就是燃烧弹 他并不具备炸弹的破坏力 却能够大面积地造成燃烧 即便是总部 也不可能真的全部用炸弹 把半径五公里范围内 全部轰炸一遍 因此其中大量使用的 还是凝固汽油弹 这是为了消耗氧气 并且摧毁江宁广场中的 食物等资源 逼迫十月祖不得不出来 同我们一战 张义笑了起来 我可不相信 那些家伙会轻易地 让大火给烧死 尤其是现如今这种天气 彭丽将信将疑地眨了眨眼睛 随后把目光投向陈萧萧 陈萧萧点了点头 他说的没错 不过接下来 我们寻找敌人就方便多了 起码不会被对方提前射服 落入巷战的麻烦处境里面 说话之间 武装直升机 已经在江宁广场 十公里外停了下来 由于对方一人的能力不明 自然要保持一定距离在降落 避免落地成河 大火焚烧过后 一架无人机 从江宁广场上空掠过 从无人机底部 探出一个圆球形的设备 散发着红光的幽芒 随即 一股无形的电波 瞬间掠过整片江宁广场 作战指挥中心这边 一名工作人员 向朱正和图云烈汇报 已经完成 对江宁广场区域的通讯封锁 他们无法使用通讯设备进行联系 更无法向外界求援 朱正点了点头 很好 先让他们成为无头苍蝇 然后再一支支地碾死 先让对方失去联络的手段 而江南大区的通讯器 却不受影响 就可以让这场战役 在一开始就占据主动权 直升机降落之后 几名队长的耳机当中 响起了来自总部的命令 张义小队 你们从东南方向进入广场区域 五十方小队 你们从西面进入广场区域 卓飞鱼小队 从北面进入广场区域 记住 你们的任务是吸引火力 并且拖延住十月的人 如果发生了遭遇战 首要任务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而不是主动出击 张义平静地说道 收到 他从一空间取出了两把银白色的手枪 这是陆可然为他打造的白箫 里面可以容纳20发圣银子弹 张义走过去 打开了机舱的大门 回头对梁月挤人道 走吧 梁月不假思索地跟在张义的身后 彭丽和陈潇潇对视了一眼 二人此时也非常紧张 但是这种紧张同时带着兴奋的感觉 危险与收益同在 只要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这次任务 那么收获也将是巨大的 二人点了点头 为彼此打气 然后背着战术背包紧随张义而去 张义的战术头盔上 有总部那边为他标注地 进入广场的位置和路径 所以他丝毫不用担心 在这里迷路的问题 同时 其他两支小队的行动路线 他也可以查看得一清二楚 三支队伍 呈现出三角形的路线进发 这么做是有讲究的 通过三点定位法 可以确认对方所在的方位 毕竟方圆五公里之内 卫星的检测效果 被对方用技术手段屏蔽了 所以下面 只能够通过人工的方式和推算 来找到对方大将的所在地 擎贼先擎王 击杀或者生擎凤凰怨人 才是此次任务的重中之重 三支小队陆续出发 再不远处 另外一架武装直升机 也缓缓降落 在这上面 是天神小队的一众成员 望见三支外城小队 朝着江宁广场进发 邓神通的眼神带着玩味 他们这一去 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 不过 若是他们能够坚持 等到我们的支援 那就证明 他们的确是可造之材 到时候起码能吸纳他们 加入暴雪城的烟云部队 甚至表现出色的 进入调查队 也不是不可能 邓神通所说的后者 自然指的是张义了 自从暴雪城相见之后 邓神通对张义就非常欣赏 一直想要把张义 拉拢入天神小队当中 就让我看看 你这次能有怎样的发挥吧 邓神通笑眯眯地说道 然后他们开始从容地 等待总部那边 发出让他们出击的指令 从张义他们下了 武装直升机以后 总部那边 就没有再传来任何的命令 张义明白 下一步的指令 恐怕要等到 十月组成员出现之后了 眼前的火海 已经逐渐熄灭 毕竟凝固汽油弹的威力 也不可能持续太久 而午夜零下六七十度的超低温 足够让这燕浪迅速地消失 只是 此时十月组成员的方位 谁都不知道 希望不要太倒霉 遇到他们的主力成员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就只能选择 先行撤退一段距离了 张义喃喃说道 他不可能以一己之力 与整支十月组硬钢 张义他们来到了指定地点之后 行动就得按照自己的意志 来做出判断 张义没有着急前进 而是谨慎地站在原地 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场景 江宁广场此时 已经被烧成一片破败的废墟 灰黑色的烟雾腾空而起 张义问肩膀上的花花 花花 你可以闻到活人的气息吗 花花的目光 锐利地扫过眼前的废墟 他抽了抽鼻子 最终却无奈地摇了摇头 张义叹息道 是因为大火的缘故吗 喵 大火焚烧过后 气味就变得复杂起来 很难从中分辨出活人的气息 陈萧萧与彭利走过来 队长 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张义思索了片刻之后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就在这里等着他们过来 陈萧萧 彭利 陈萧萧忍不住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是过来围剿他们的 而不是他们在围剿我们 彭利说道 是啊 在这里等着 合适吗 张义却不管他们 开始仔细查看周围的环境 他擅长的是远程攻击 而非近战 一旦被大功回延京 或者种本信长之类的近战高手偷袭 对他来说也可能会有危险 大概零 零有百分号的危险几率 这不得不防 所以 他要搞清楚这里的环境 再选择一个安全的位置 守株待兔进行狙击 用雷击配合起源弹 他的射程 能够完全覆盖 整个江宁广场五公里的范围 张义一边检查着周围的环境 一边随口回答他们 别忘了 他们的情报收集能力特别强悍 想必现在 他们已经清楚我们的方位 并且调兵潜将过来对付我们了 这片区域我并不熟悉 而他们有先手的优势 因此 我打算以静置动 张义的目光在周围群寻了许久 然后确定了自己伏击的方位 一座被烧得乌黑的商业大楼 张义转过身去 对几个人下达了命令 我会在楼顶进行伏击 而你们的任务 则是在附近保护好我的安全 张义说完 也不等陈潇潇和彭丽答应 就直接打开了次元之门 梁月 你负责贴身保护我 梁月点了点头 这种事情无需多言 二人和花花进入次元之门 下一刻便出现在大楼的顶部 只留下陈潇潇和彭丽两个人 在下面的雪地上大眼瞪小眼 他 他怎么把我们丢在这里啊 彭丽一脸难以置信 什么队长 也太不负责了 他气得直跺脚 陈潇潇柳梅倒树 一边谨慎地打量着四周 一边说道 他很清楚 我们之间只是临时合作的关系 所以 从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在意我们的想法 只不过 现在大家身处危险的战场 他这种做法 的确有些幼稚 彭丽叹了口气 那我们怎么办 陈潇潇说道 先按照他说的去办吧 贸然离开集体 反而会增大我们的危险 两个人没有办法 只能够选择在大楼周围埋伏下来 等待着十月的人过来找他们 而他们的对话 其实作战指挥中心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朱正抱着胳膊 忍不住叹息道 这个张义 也太狗了吧 不过 他非常聪明 这的确是试探对方能力的好方法 他们都知道 十月拥有强大的情报获取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 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也不清楚 张义选择躲在江宁广场外围 不主动出击 如果对方还是能清楚地 找到他们的位置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断定 对方的能力是类似于 预言性质的可怕能力 那么 其他两支队伍又在做什么呢 朱正的目光望向另外两支外城小队 五十方和卓飞宇这边的人 同样保持着极其警惕的态度在前进 此次行动 谁都知道危险重重 不敢有丝毫大意 五十方他们四人 也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几个人之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安排 比起张义那边 其他队伍的人 早就制定好了作战方案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张义这样 对自己的实力有充分的自信 他们需要策划好团队作战 以此来保证万无一失 而进入江宁广场区域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 侦查 五十方小队当中的莫仲宁走了出来 他的毛子死死盯着前方大片的废墟 然后缓缓蹲了下去 他浑身包裹在厚重的战衣当中 就连双手也被宽大的袖袍 遮盖得严严实实 可是当他把右手放在雪地上的时候 旁边的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 他的袖管躁动地鼓荡了起来 一股紫色的光滑在他的掌心凝聚 随后 一只灰色的镊齿动物 从他掌心钻了出来 莫仲宁 放出细能力者 能力代号 浑兽 他可以将异能换化出不同的动物 而这些动物 如同他的分身一般 可以和他共享无感 五十方望着他 心中尼难道 利用异能兽去侦查 还真是便利啊 不过他既然作为一方势力的首领 能力肯定不止侦查那么简单 一定还有强悍的战斗力 而就在其他人好奇地看着卓飞鱼时 他的掌心当中 小小的浑兽 竟然如同灰色的水流一般 源源不断地爬了出来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里 就出现了上百头 他们站在雪地上 回过头来看着莫仲宁 眼睛里面闪烁着人类一般的光芒 去吧 找到他们 莫仲宁低沉地说道 浑兽们吱吱吱叫了起来 然后一溜烟地冲进了那片 被焚烧之后的广场里面 很快 便在断壁残垣当中 消失不见了 卓飞与团队这边 他们没有类似的侦查手段 却有一名精通侦查的老手 于正阳当过七年侦查兵 所以他在前面负责带路 小心翼翼地搜寻十月组的痕迹 江宁广场中的某个区域 十月组十三人聚集在这里 虽然身边烟雾缭绕 处处都是黑色的尘烟 但是他们的身上 却没有丝毫狼狈 好似在那场轰炸来临之前 他们就已经提前躲避好了 十二个人围成一圈 中间是中年大叔 神功四成一郎 他习惯性地推了推自己的金丝眼镜 随后把双手 从西装口袋里掏了出来 修长干瘦的食指缓缓举起 指尖泛起一点金色的光芒 他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起来 右手飞速在半空滑动 同时口中念动咒语 灵兵斗者皆正在列前 住 此为霓虹错误翻译 九密出自豹朴子 宋本为 灵兵斗者皆正列前行 道葬本为 灵兵斗者皆数祖前行 金色的光芒在空中凝而不散 迅速化作一颗金色的巨大五芒星 神功四的眸中 金色的光芒闪烁 随着他右手指天 那道金色的五芒星轰然粉碎 化作漫天细小的符咒 直上云霄 片刻之后 以神功四所在地位中心 一股磅礴的雾气 开始朝着周围弥漫而去 短短几分钟之后 整片江宁广场都被笼罩了起来 三支队伍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 并向作战指挥中心汇报 发现了不明雾气 覆盖范围极大 应该是十月的人出手了 朱正健壮 立刻说道 所有人小心行事 防止十月的艺人 趁着雾气攻击 不用他多说 外城艺人们 卓菲宇表情严肃地说道 果然 第一次战役当中 他们还保留了许多 老兵于正阳却淡定地说道 这只是用来遮蔽视线的障眼法罢了 并没有攻击性 而另一支队伍里面 莫重宁嘴角浮现出冷笑 浓雾可以遮蔽人的视线 却无法遮蔽魂兽的 倒不如说 现在这片战场 更有利于我的发挥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两支队伍都在缓缓地 朝着江宁广场前行 反倒是张义这边 他在江宁广场边缘的 一个楼顶架起了墙 丝毫没有前进的打算 只等着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而他心里笃定 对方一定会送上门来的 在这个时候 三支调查队 都有自主行动的权限 前方情况未明的状态下 朱正也不会出言 命令他们做事 这就是战场 随机应变的能力最为重要 朱正选择相信 这些外城的艺人 神宫寺施展完了能力之后 他双手重新插进了口袋 一头灰色的飞鸟 落在他的肩头上 他张开嘴 然后从口中吐出了 十二只一模一样的灰色乌鸦 分别落在其他人的肩膀上 神宫寺脸上的不耐烦之色 从未消失过 接下来 这片战场 将会成为一片未知的区域 真有美 看你的了 凤凰院笑着 朝他招了招手 辛苦咯 神宫寺 你的手段 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呢 切 神宫寺懒得搭理他 默默走到一旁 而巫女竹内真有美 看了一眼凤凰院 得到他的手啃之后 缓缓迈步 走到了圈子中间 他双手化作透明 缓缓从头颅当中 取出了卷轴 卷轴在雪地之上展开 却没有沾染半点雪花 哪怕空中飞舞的飘雪 都落不到上面去 仿佛这卷轴 不存在于世上一般 竹内真有美在雪地上跪坐了下来 他举起右手 一把端末 被小鬼抱着的细长毛笔 出现在手中 这一次 他没有取出那鲜红的墨水 因为之前的储量 已经用完了 所以 他伸出自己的左手 露出洁白的偶臂 右手细长的毛笔 毫不犹豫 对着手臂刺了下去 破 血流如注 可没有一丝鲜血浪费 毛笔末端的小鬼 大口大口地瞬息着 鲜血都凝聚在了笔尖上面 竹内真有美神情无比神圣 开始在那长长的卷轴上面 书写了起来 两久之后 卷轴上面 已经是密密麻麻的血字 凤凰院与神公寺走了过来 看着上面的神纹 竹内真有美的脸色有些苍白 不过他还是平静地说道 敌人已经来了 就在西方与北方 人数都是四人 除此之外 还有暗中潜伏的敌人 尚未露面 神公寺皱着眉头 只有两只队伍前来吗 这次的人数 比起上次少了许多 或许他们都是精锐 凤凰院脸上笑容深邃 或许只是炮灰罢了 为了引诱我们出去 试探我们的能力 神公寺推了推眼镜 无所谓 只要有真有美在 我们就不会在战术上位于下风 他看向竹内真有美 真有美 来吧 告诉我们要怎样行动 竹内真有美 捧起卷轴 目光望向了西方 好 战阵中央 中二少年四十物厂物盘腿 坐在一个纸箱上 紧闭着双目 他的能力 物心鬼 已然发动 十月组织十三人 每一个人在他的视野当中 都被一根红色丝线连接 而汇聚的那个点 就在他的身上 有了他的存在 十三人之间 无论相距多远 都能够及时地取得联络 也就是说 江南大区的信息屏蔽功能 对他们毫无作用 凤凰院效益更浓 这些家伙 一定设好了陷阱 等着我们往里面跳 他们根本不明白 谁是猎物 谁又是猎人 就让我们 好好的大闹一场吧 也该让江南大区的 头头们明白 十月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作战指挥中心 朱正看着眼前 出现的大量浓雾 皱起了眉头 他们派出去的武装 除了战机之外 还有低空无人侦察机 但是此时 这些侦察机的拍摄镜头 也全部都被遮掩住了 他们本土作战的优势 竟然就这样荡然无存 接下来只能够依赖 外城一人小队的随身镜头 来把握现场所发生的一切 而随着竹内真有美的 占卜结束 十月组的成员 也得到了他们的作战指令 每个人对此次战役 都非常乐观 因为 只要根据竹内真有美的 预言去做 他们就从来没有失败过 一名又一名艺人 从原地离开 有了灰压的存在 迷蒙的雾气 仿佛对他们 没有任何限制 不过神公寺盯着手机上的地图 却微微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只有两个方向有来宾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刚好空出了一个位置 这里到底是故意留给我们逃走的 还是有什么别的东西 凤凰院微微一笑 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用不着照着他们的节奏来走 我们要把握战场的主动权 相信真有美的占卜就是了 神公寺皱着眉头思索了片刻 方才点了点头 你是队长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来解决了 千万不要大意 一个不小心 会死人的 凤凰院冲他摆了摆手 示意他赶紧走 真是个乌鸦嘴 他低声骂道 惜不现 五十方等人没有着急前行 而是默默等待着 莫仲宁的侦查结果 魂兽已经从废墟当中穿插前行 朝着前方锥形范围内的区域前进 他们与莫仲宁共享无感 只要察觉到敌人的踪迹 第一时间就会被莫仲宁感知到 五十方三个人守在莫仲宁身旁 四个人此时隐藏在一处废墟的掩体后面 忽然之间 一只魂兽的视野当中出现了耀眼的白光 下一刻就彻底消失在废墟当中 莫仲宁猛地睁开眼睛 我的一只魂兽被杀死了 五十方三个人表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是找到十月的人了吗 让我再仔细看看 一头魂兽被杀死 莫仲宁却不慌不忙 他一次性可以召唤出138头魂兽 既然确定了死亡魂兽的方位 就可以让其他魂兽朝那个方向聚集 然后判断来人的身份 于是莫仲宁立刻调集了那头魂兽周围的石头魂兽 开始前去探查情报 而其他魂兽则是被莫仲宁命令撤退 江宁广场西面底 区域不大 很快石头魂兽便从废墟当中奔行至此 而等待他们的则是一根粗大的枪管 莫仲宁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 右手是一把巨大的黑色手炮 攻击方式是异能炮弹 十月组织的炮手 黑泽民我播 魂兽出现的瞬间就被黑泽一炮 接着一炮给干掉了 莫仲宁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 迅速地利用其他魂兽仅存的刹那视角 来观察周围出现的艺人 除了黑泽民我播之外 还有两个人的身影朝这边缓缓走来 一个是留着沙发特发型的精神小哥 英婷 玉智光 而第三个人 当看清楚他的体型时 莫仲宁的瞳孔猛地收缩起来 竟然是他 该死的 我们怎么会这么倒霉啊 话音刚落 他派出去的所有魂兽都被消灭了得干净 莫仲宁有些惊恐地站起身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五十方三人见状 不由得心头一惊 莫仲宁 你看见什么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你这么害怕 莫仲宁的眼睛里闪过怨毒的神色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们这边遇到的是那个怪物 大公回炎金 此话一出 五十方 利威海与贾赫亭三人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起来 大公回炎金的实力 他们都见识过 在第一次战役之中 以一己之力 轻轻松松地全灭两个艺人小队 在已知的敌人当中 他绝对是最危险的那个 也是所有人最不愿意碰到的那个家伙 但是看到莫仲宁一副怨愤的模样 五十方冷哼了一声 心中对他有些鄙夷 就算是遇到了厉害的家伙 你也用不着如此害怕吧 都是俩肩膀扛一个脑袋 我就不信 我们四个人不是他的对手 身为强化系的力量型艺人 五十方也是一方豪雄 实力在大公回炎金击杀的 李国强与孟书城之上 再加上有能力不错的队友辅助 他认为自己团队可以跟大公回炎金一战 莫仲宁捂着脑门 咬着牙说道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还带着两个帮手 哪怕是四对三 我们也很难赢他们 可能会死掉的 但是你也别忘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战胜他们 只要拖住他们一阵子就可以了 这一点应该可以做到 五十方非常冷静地说道 三只小队的队长都拥有非凡的气魄 大区平定人选也不是随便来的 五十方的性格就是胆大心细 临危不惧 说这话的时候 五十方已经向总部发送了情报 西部小队已经遭遇敌人 暂时发现的有三人 分别是大公回炎金 英廷玉智光 以及黑泽民我部 总部这边接收到情报之后 作战指挥中心的数十位分析人员 立刻开始在电脑上进行操作 分析这三人的战力 并且通过算法 得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 朱正看着手下提交上来的报告 立刻对五十方说道 很好 按照原定计划与他们交战 拖住他们 尽量逼迫他们使用异能 给天神小队创造突破的机会 明白 五十方结束了与总部的对话 然后看向旁边三人 今天既然来了 那就暂且将生死置之度外 尽情地与他们打上一场吧 对五十方而言 江宁就是他的家园 一旦这个家没了 他的亲人和朋友都会被十月扫平 所以他必须得死战 哪怕是为此付出他的生命 也值得 莫重您三人 未必有他那么大的现身精神 可是事已至此 他们不可能退缩 临阵脱逃 非一旦名声扫地 还会被江南大区清算 倒不如拼上一把 搏出一个未来 莫重您咬着牙 低声喝道 好 那就跟他们拼上一把 我倒要看看 这些霓虹来的杂碎 有多少精良 四个人按照原定的计划 列出零行阵势 由强化蜥蜴人五十方挡在前面 莫重您和立威海分裂左右 贾赫亭则是位于人群之后 很快 迷雾当中就有一个高大的影子 缓缓浮现而出 作为横当的大公回颜精 其身影第一个出现在众人面前 随后 便是一脸玩味笑容的 英亭玉智光 以及黑泽民我部 拥有灰鸭的相助 他们即便在浓雾当中 也可以清楚地找到敌人 因此 毫不费力地来到了五十方等人面前 看到四人的时候 大公回颜精忽然皱起了眉头 一副失望的模样 他们不是江南大区派来的精锐吗 可为什么看上去 很弱的样子 英亭玉智光抱着胳膊 嬉笑道 大概是过来试探我们的炮灰吧 随便应付一下就行了 我想 后面才是他们的主力 大公回颜精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 看到十月成员 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五十方四人都怒了 虽然言语不通 可是他们的战术头盔 都有翻译的功能 因此并不影响他们 理解对方表达的意思 他们好歹也是外城的一方枭雄 纵然比不上训练有素的暴雪成精锐 可也不是随意能让人拿捏的 五十方冷笑了一声 四个人对三个 优势在我 你们似乎搞错了情况吧 此话一出 看上去有些沙马特的 阴亭玉智光连连摆手 不不不 你可千万别误会 他和黑泽民 我不默契地后退了几步 然后阴亭玉智光指着大公回颜精 你们的对手 只有他一个 我们保证 不会出手干预 他的眸中闪过一抹 戏谑至极的光芒 只要你们有能力的话 杀掉他都可以哦 北部小队这边 也遭遇了他们的敌人 在这方圆 仅有五公里范围的江宁广场当中 遭遇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何况十月的人 有灰鸭引路 因此 没等到卓飞宇他们找到十月 反而是十月率先发现了他们的踪影 这边的敌人只有两个 一个长着凶恶方块脸 带着土里土气黑矿眼镜的短发壮汉 以及一个留着黄色刺猬头 手持一把金属棒球棍的击刀恶徒 根据之前获悉的资料 卓飞宇等人 也马上知晓了对方的身份 我们这边的两个人 是神谷内外道 以及亚九金姓一郎 卓飞宇的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因为根据资料 这两个人在第一次战役当中 表现出的战力并不是太过恐怖 最起码比起五十方 他们遇到的大功回延经 这二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悍的战力 作战指挥中心这边 朱正看到两支小队汇报过来的消息 心中也是开始分析 十三个十月组成员 目前已经出现了五个 也就是说 还有八个人为现身 即便是去掉非战斗型人员的话 也应该有起码六个战斗型艺人 朱正双手交叉撑住下巴 目光冷峻地盯着大屏幕上 所有艺人的镜头 就看张艺那边是什么情况了 出乎意料的是 张艺所在的东南方向 他们已经等待了有一阵子 结果 却没有一个十月组的成员出现 张艺架好了枪 在顶楼上瞄准周围的空间 只等待一旦有敌人出现 就先给他来上一发 这里是江宁广场的边缘 受到雾气的限制有限 他尚且够观察到 周围三百米以内的空间 只不过 由于此地刚刚被轰炸过了一番 地表依旧残留着高温 所以 红外装置是没有办法使用了 在吸收了原空液的部分力量之后 如今张艺的各种能力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所以 哪怕只是一把普普通通的狙击枪 落入他的手里 都会变成针对艺人的强大杀器 更何况这把雷吉 是陆可然利用 神机操持队的能力改造过后 与他无比契合的超级热武 雷吉加精准射击 加圣银子弹 哪怕是德尔塔吉的艺人 都有可能被一击毙命 而在他身旁两侧 花花和梁月保持着警惕 防备有人偷袭 花花蹲坐在阳台上 琥珀色的毛子 如同雷达般扫射着周围 动物的猎手本能 让他可以迅速地发现 周围出现的一切生物 至于陈霄霄和彭丽 这对好姐妹 此时则是在大楼的下面 谨慎地待着 五十方与卓飞宇那边出现了敌人 让他们更加谨慎 都觉得敌人很快就会出现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们的通讯装置里面 已经出现了那边 喊杀的战斗声 这附近连雾气 都未产生过丝毫的变动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义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按照常理来说 既然十月拥有强大的侦察能力 肯定早就 发现了自己等人的到来 可为什么他都等了那么久 敌人还不出手呢 难道说 张义瞳孔一缩 心中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他们所拥有的那种能力 看透了张义的实力 因此出于畏惧和警惕 这才不敢派人前来吗 他们所拥有的那种能力 到底是什么呢 张义喃喃自语 他心生警觉 认为对手难以预测 太过可怕 在艺人的世界当中 就是这样 一个不小心 就会丢掉性命 被诡异未知的能力抹杀 因为每一个艺人的变异 都是未知数 什么样奇怪神秘的艺能 都可能出现 哪怕是 身为顶级德尔塔级艺人的张义 都不敢保证自己 绝对不会被一个低级艺人杀死 所以他对身旁的梁月和花花说道 注意好戒备 一旦发现任何不对的状况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性命 梁月和花花见到张义如此谨慎 也是表情变得严肃了许多 花花直接变身成巨大化的形态 口中发出警惕的呜声 大脑袋左右观察 生怕漏掉任何一个 随时会从暗中袭来的敌人 十月组织这边 有了神功四成一郎的提醒 凤凰院人也注意到了地图上的空缺点 他摸了摸下巴 楠楠说道 真有美的占卜不会有错 也就是说 在东方到南方的区域之间 没有任何敌人存在 对方到底在预谋着什么轨迹呢 凤凰院的表情玩味 他不喜欢这种事情 不在掌握当中的感觉 可眼下 他根本搞不清楚江南大区的目的 就在这个时候 没有出击的种本性长走了过来 用不着那么麻烦 我过去看一眼好了 他回头看向竹内真有美 毕竟真有美也说了 我今天立在东南 凤凰院微微一笑 的确既然是真有美说的 那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姓长 那个方向就交给你了 看看对方到底有什么把戏 他挥了挥手 对一旁的情侣龙泽贵使 和我七奶奶子说道 龙泽 我七 你们就跟着姓长一块行动吧 是 老大 龙泽贵使和我七奶奶子 没有任何意见 二人跟着一脸散漫的姓长 朝那个方向行去 肩头的挥压 为他们指引着行进的方向 战场之上两方遭遇 没有太多的废话 有战而已 武师方这边率先遇到了大功回严精等三人 战斗 也是从他们这里率先打响 作战指挥中心这边 以及天神小队这里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作战的场面 即便是最自傲的邓神通 此时也收敛起了 他那向来玩世不恭的态度 专注地看着画面中的影像 自傲 不是狂妄自大 邓神通自傲的资本 正是因为 他从来不会在任何一场任务当中 疏忽大意 若非如此 又怎么会连续三个月 霸占暴雪城的积分天榜王首 用一句伟人所说的话来形容就是 战略上藐视对手 战术上重视对手 如此 方可成大气 在没有试探出 十月真正的底蕴来之前 纵然是外城三支部队全部牺牲 天神小队也不会出手 一切 都是为了最终的胜利 武师方这边的战场 战斗一触即发 英廷玉智光和黑泽明 我不没事人一样 默默退到了后面 他们为了表示 自己不会插手这场战斗 竟然来到了几十米外 找了个倒塌的柱子坐了下来 武师方盯着面前的巨人 心中盘算道 这些家伙 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不过这样正好 四个打一个 我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甚至有机会杀掉他 想到这里 武师方的心中难免有些激动 如果可以斩杀掉一名十月的核心成员 那他们将会从大区总部 得到极为丰厚的积分奖励 大公回言经盯着他们 一脸懒散地抬起胳膊 冲他们招了招手 你们在等什么 四个打一个都害怕吗 作为受人戏益人 大公回言经甚至没有变身 无论是言语还是动作 都透露着极度的轻面 可恶 武师方一咬牙 那就来吧 他一伸手 从背后取下了巨大的武器匣 那是一个黑色的金属箱子 不仔细看 甚至会让人觉得 那是一个小号的棺材 哄 巨大的武器匣轰然落地 武师方的身躯 也在此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他的肉体开始扭曲如动 不多时 竟然从中间开始分裂开来 一大团黄色的肉体 沿着他半边身体脱落 随后黏糊糊地掉落在地上 仿佛放多了水的面团 可是很快 那团黏稠的物体就膨胀起来 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的模样 那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 长相与武师方完全相同 这就是武师方的能力 分身造影 虽然是赤裸的 但是容貌体态 与武师方本人一般无二 这个 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武师方 前身是江宁市的一个快递员 他在孤儿院长大 从小就在孤独之中成长 所以 内心的寂寞 让他极度渴望得到爱与伙伴 因此他的能力 便是分裂自己 得到另一个可靠的战友 他认为 对一名强大的强化系能力者而言 有什么能比拥有两副身躯 更能发挥异能优势的呢 于是现在 出现在大公回炎金面前的 不再是一名强悍的强化系能力者 而是两位 大公回炎金打开了武器侠 武器侠一体两面 他从里面取出了一把银色的巨大牛角弓 地给了分身 而他自己 则是从另一面 取出了两把巨大的铜锤 肋骨瓮金锤 汉代福波将军马源的兵器 传说中四猛八大锤之手 天下第一勇士李元霸的武器 铜锤的大小比成人的头颅 还要大上一倍 每一把都是实心的合金打造 重达一百多斤 相当于把两个成年人 拎在手上作为武器 这种兵器 原本只存在于传说当中 但是 在这个变异的时代 真的有人可以将其运用自如 而分身手中的 那把银色牛角巨弓 看上去也充满了压迫力 武师方站在众人之前 沉生道 我在正面牵制住他 你们使用自己的手段 进攻便是 其他人没有言语 但是眼睛都死死盯着 大公回言经 只不过 远处观战的那两名浪人 他们也不敢怠慢 敌人嘴里说出来的话语 他们要是真的信了 那就是纯粹的傻子 哦 看上去很有气势啊 大公回言经淡淡地点评了一句 他组装好了自己的倾廷妾 随手一挥 便是惊人的破风之声 上 武师方话音刚落 人已经如同旋风般 朝着大公回言经冲了过去 而他的分身 也在同一时刻张弓搭建 巨大的银色牛角弓 如同满月一般 搜 得一声 破空声如同阴损长效 而箭矢的速度 竟然与武师方本体的速度 一般无二 从两个方向 袭向大公回言经 大公回言经眸光一凝 杏手蜻蜓切横扫 便震飞了那模糊的箭矢 而身体另一侧 武师方的重锤 已经狠狠朝着他的腰间砸了过来 同样使用冷兵器 高手都会选顿器 因为一旦被击中 哪怕只是身体的一部分 都会迅速让人失去战斗力 武师方这一下两面出击 一般人都难以反应过来 大公回言经 并非速度型的艺人 因此也无法做到 击飞箭矢 再进行躲避 可是面对袭击过来的重锤 他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一只粗大的手掌 迅速而沉稳地 接下了武师方的雷霆一击 咚咚咚 巨大的冲击力 让大公回言经 多不禁倒退了三步 他略有些诧异地看着武师方 不错的力量吗 可是 武师方被这一幕 吓得直冒冷汗 他倾尽全力的攻击 竟然被对方用一只手 就挡了下来 这是多么强悍的肉身与力量 谁料大公回言经没有动目 反而是燃起了兴致一般 黑黑一笑 朝武师方招了招手 再来 武师方咬着牙 怒吼一声 手持两把重锤 再度冲了上去 两把肋骨问金锤 从高空砸落 以雷霆万军之势 轰响大公回言经的脑门 这一次 大公回言经 双腿在地面分开 如同两根柱子 扎根于地面 这是乡铺当中最经典的姿势 承接大地 可以让其不动如山 重锤狠狠落下 而大公回言经这一次 又是挥出手中的蜻蜓茧 枪 金属碰撞的声音 让人震耳欲聋 大公回言经 只是轻轻一刻 就把武师方给震得 倒飞了出去十几米远 武师方只觉得 自己的脊背都在发麻 虎口疼得厉害 低头看时 才发现 双手颤抖不已 鲜血直溜 力量的差距 竟然这么大吗 武师方惊呆了 自从末世以来 他纵横江宁氏 一直都是以力量称尊 还是头一回 他感受到了 在力量层面上 被无情碾压 但好在 他并不是一个人 就在他承受着 正面主力攻击的同时 他的队友也做出了反应 一只黑色的螃蟹 螃蟹凭空出现在 大公回眼睛的后背上 螃蟹的眼珠子 闪烁着诡异的红光 越来越急促 等到大公回眼睛 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声剧烈的爆炸 在他的背部响起 得手了 莫仲宁的嘴角 露出一抹喜悦的笑意 他的魂兽是异能塑造的 除了可以侦察之外 还有能够自爆的魂兽 而刚刚那一下出手 则是结合了旁边 力威海的能力 力威海与张艺一样 是极为罕见的空间戏一人 只不过他的能力 与张艺不同 张艺的能力是收纳 而他的能力 是转移 在空间当中 他可以调动一定质量的物体 甚至是人类 刚刚那一击 就是他利用自己的能力 把莫仲宁的自爆魂兽 放到了大公回眼睛的身上 所发动的合击技能 爆炸的烟尘过后 大公回眼睛的脸色极其难看 他的背后一大片都是焦黑 衣服后背都被烧光了 莫仲宁看到这一幕 嘴角不禁上扬 看样子 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 而在一旁观战的 殷廷玉智光 看到这一幕 却无奈地一拍脑门 这些家伙要倒霉了 他们不知道 大公回最喜欢的 就是这套西装了吗 黑泽民我不点了点头 以他的体型 想要找到一身合适的西装 太难了 这一身 可是当初专门找裁缝定制的 殷廷玉智光 却有些认真的抱着胸说道 不过 这次来的家伙 比起上次的确更强了一些 大公回眼睛抬起头来 眼睛里凶光毕露 仿佛要吃人一般 他一把撕扯掉破碎的衣服 露出身上那雄壮的体态 并非是那种肌肉囚结的模样 而是肥胖而健硕 挺着的大肚子 真正懂格斗的人都明白 这种体态 才是最适合打架的 大公回眼睛 看着手里的衣服碎片 冷冷地盯着五十方几人说道 你们这群混蛋 竟然搞坏了我最后一套西装 我要撕碎你们 他的后背虽然一片焦黑 却没有出现任何伤痕 他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足够强悍 巨大的体魄 以及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 而成为一人之后 他果然得到了这一切 莫重宁吞了口唾沫 我的自爆魂兽 竟然没有把他炸穿 他的自爆魂兽的威力 可是不亚于TNT炸药的 五十方察觉到了 大公回眼睛的愤怒 对队友们说道 攻击有效 我们继续 他还想要复刻第一次进攻的成果 虽然双手已经鲜血淋漓 他还是握紧了两把重锤 朝着大公回眼睛就杀过去 而分身也张弓搭剑 又是一发破空之剑 呼啸着席向大公回眼睛 莫重宁与丽威海 自是不用多说 再度进行配合 只等待大公回眼睛 被五十方牵制分神的瞬间 就把自爆魂兽放在他的身上 哪怕一开始取得的成效有限 但是他们人多 可以不断地进行尝试 那么 就一定能够找到 大公回眼睛的弱点所在 可是这一次 他们失算了 大公回眼睛 收起了玩闹的心思 双手举起蜻蜓切 主动发起了进攻 身高两米多的横钢 挥动三米多长的蜻蜓切 朝着五十方的脑袋 就劈了下来 五十方的反应速度也不慢 双手举起重锤 就挡在身前 大 武器碰撞的瞬间 五十方只觉得自己的双臂 仿佛被数十吨中的卡车迎面撞上 他的双手一下子全麻了 手中的重锤 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五十方在生死边缘反应速度很快 迅速地在地上一个翻滚 躲开了落下的蜻蜓切 被燃烧弹烧成焦土的地面 因为这一击直接崩碎开来 大片的泥土和碎石冲天起 如同瀑布一样纷纷落下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五十方冷汗直冒 只是接手两下 而且第一次对方没有动真格的 他的双手都已经要废掉了 再打下去 他一定会死 不多 他还有希望 那就是他的队友 分身的箭矢穿过泥土 射向大功回延京 莫仲宁和立威海 也没有浪费五十方争取到的插那机会 已经把一只自爆魂兽 放到了大功回延京的脑袋上 螃蟹死死扒在他的脑袋上 然后开始自爆 大功回延京冷着脸 他右手蜻蜓切 随意地挡下了那道袭来的箭矢 然后另一只手 从头上直接把自爆魂兽扯了下来 然后放在肥厚的左手掌心 用力一握 破 自爆魂兽爆了 但是没有完全爆 堪比TNT炸药的威力 此时却像是放了个屁一样 发出沉闷的声响 最终 也只是在大功回延京的掌心里 冒起了一团黑烟 他的脸上 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 非常随意地摊开手掌 肥厚的掌心肉 完好无损 大功回延京脸上 带着嘲讽的笑容 故意张开手 给莫仲宁他们看 这就是你们的手段吗 太弱了呀 只有这种水平 也敢过来追杀我们 这不是送死吗 这种恐怖的力量和防御力 让三人看得目瞪口呆 绝对实力层面的差距 他们怎么打 就在这个时候 大功回延京脚下的地面忽然崩碎 他巨大的身躯 也一个不稳陷了进去 土层当中 露出了一只巨大的灰色怪物 那是一只有着血红色眼睛 两米多长的超级眼鼠 华州市贾赫廷 兽人系能力者 能力代号地形先 你的力量即便再大 没有落脚点的话 也使不出来吧 贾赫廷以眼鼠的形态 发出刺耳诡异的声音 然后趁着大功回延京 陷落地面的同时 他锋利的爪子 朝着大功回延京的身躯 就捅了过去 对准的目标 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局部 哪怕是铜金铁骨的汉子 他的职场也是柔软的 非洲大草原钢肠科主任 不管是谁 这一套钢肠科手术来上一套 都绝对受不了 韬钢这种手段 虽然为人所不耻 但是在生死存亡的战斗当中 一切能够击杀对手的方式 都是最好的 这也是头一次 大功回延京 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菊花顿时一紧 去死吧 见到邓远博 邓神通也赶忙走了过来 大伯